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试图把在中国内部 左手到右手赚来赚去的货币换成外汇的话 它要强管制 如果你试图把它换成外汇甚至换成东南亚货币 换成泰铢 我们知道人民币在东南亚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你要换成外汇 它就要关空 因为你实际上损失的是它的外汇 所以说它现在是卡着所有人 除了他们自己的官僚子弟 卡着所有人不让出境 为什么呢 你人出去钱也会出去 很少有人是光着屁股出来的 所以说当然如果你想要 只要你人能出来 钱我有渠道可以帮你汇出来 这也不同于其他自媒体人 他讲的天花乱坠 但是他从来不告诉你怎么做 更不会帮你 我们呢可以帮到你 我甚至可以 是吧 你只要有 我甚至可以把你境内的人民币给你转成外币 是吧 这一点如果你有意愿可以联系我 我会把邮箱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么中国政府这个货币超发 货币超发的话 他要想要维持经济的繁荣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流动性 那么资产的流动性实际上分为现金的流动性和资产的流动性 以及债务的流动性 那么现金流动性很好理解 是吧 资产的流动性 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 比如说房地产的流动性 那么现在来看 他过去的过去几十年吧 至少十年的模式是超发货币 然后超发的货币流向房地产 房地产又维持着一定的流动性 因为毕竟老百姓 即便掏空 是吧 全家的钱包 自己的钱包 自己老婆的钱包 双方父母的钱包 是吧 掏空这么多钱包 集中力量 买套房 应该还勉强 像摇紧压关 勒紧裤腰带 还是勉强能买下的 因为在中国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结婚买房 这种 毕竟他有一种几千年的农民意识吧 买房置地 娶媳妇 是吧 你没有房 没有女人跟你 说白了 还是一种农业文明的残余吧 农民意识很强 可以说 中国人的农民意识 至今为止还是相当强 就是说 过去十年 还可以勉强 这样掏空多个钱包 去全家买套房 是吧 所以他维持了基本的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 那么现在由于疫情 由于失业 由于对外出口的滞胀 通胀加滞涨 或者说 那么他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任何流动性 那么这种资产 没有流动性的资产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你买了一件天价的文物 一千万 比如说 我买了一千万的文物 那么这一千万的文物搁在我家里 我自认为它还值一千万 它有可能也确实标价一千万 但是 市场标价是一千万 我能不能实际的把它卖出去 有谁能买 谁愿意买这个天价的文物 比如说是个股瓶 那可能没人买 对吧 因为没有人真的需要它 但是它的价值 确实在市场标价一千万 那么现在中国是房地产市场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说它标价还是很高 还是那么高 中国政府维持着给贴个标签 比如说北京一套房三千万五千万 贴的标签还是这么高的价格 有人买吗 没人买 也许是没人买得起 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需求 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社会 所以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标价没有流动性 道理就跟你买了这样一个天价的文物 然后就是一个标价是一个有价值的高价文物 只能摆在家里当画 就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现阶段最好的办法还是跑 人也跑 钱也跑 刚才说过了 钱想跑 只要你人出来 钱我能帮你弄出来 是吧 我不会说 首先我做事 我做不到的 我不会让别人去做 不像有些海外自媒体人 特别时政评论员 总是让别人拿枪去反抗政府 他自己怎么不去呢 对吧 别人 我做不到的 我也不会让别人去做 另外 我能帮到你的 我也绝对会尽量的去帮你 这个没得说 我这人还是蛮仗义的 我自认为这样 所以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就拿房地产市场来看 他捂着这个盖子 起码他自己认为 能捂到冬奥会前不报 是吧 另外也给美国人看 你看 我能捂着这个盖子 这样的话 你我打台湾的时候 你别管 你要管的话 我就不给你捂着这个盖子 中国经济房产泡沫一倒 中国房产泡沫一爆 花儿街也跟着爆 一定这结局 因为它都是 偶段思联很多控股啊 持股啊 都已经是大钻骨 都连着筋的 太错综复杂了 中美这几十年蜜月期 等于是老共把他的经济盘根错节的 跟美国联系在一起 甚至跟美国养老金 联系在一起 这是非常危险 所以美国人拿它也暂时没有办法 他很可能拿这些个 偶段思联的关系 对美国华尔街经济上施压 华尔街的人 那些既得利益大佬们 再去给美国政界施压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那么他们的游戏 与我们无关 对于平民底层来说 还是一个字跑 未来的中国 是会走向北朝鲜化的 北韩化的道路 这是不会有什么特殊变化 所以说 与其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困在大号的北韩里面 不如就跑出来 人跑出来 钱也跑出来 只要你有胆 人能跑出来 我就可以把钱帮你转出来 然后呢 你出来之后 我想 用不了多久 也许半年 也许一年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就成为一个大号的北韩 那么到那个时候 你申请难民 习政权抱有任何幻想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